打开自来水发现颜色不太对 甚至暖暖区民众更反映有刺鼻的塑胶味 这些问题都是近日基隆市议员 也是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接到来自各区民众的反映 包括家中过滤自来水的绿芯 出现土黄色的变化 林佩祥询问水公司一区处后表示 因为酒汗不渝 导致基隆河水色度出现变化 目前已经在场内加入活性碳等做相对应的处理措施 林佩祥呼吁水公司尽快改善 因为最近天气酷热加上酒汗不渝 所以在基隆市各区都出现自来水供应有异常的状况 不只说颜色会带有略晃之外 而且甚至有些地方带有泥沙 所以佩祥在这边呼吁我们自来水公司 能够尽快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而自来水公司的新山庆水厂 昨天也直接发出声明 他们已经试着用活性碳来去去除异味 而且来净化水质 但是昨天晚上佩祥接到暖暖区的民众的 陈晴说他们的水质不但没有改善 甚至有发出刺鼻的异味 这样让他们在用水的时候 很不安心给他们的小朋友跟老人家来引用 所以佩祥再次这边呼吁 自来水公司应该尽快苦民说服 解决民众自来水供水的异常 来保障民众的健康安全 林佩祥强调将和市政府团队密切合作 持续监督 确保民众的用水品质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